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发达广场的时间 我身边的嘉宾 继续是我们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员 王宇豪先生 阿肥 阿肥 早安 早安 这节跟随时长方面的个别股份 先说的是1171 演参媒 公布了业绩 发迈高是上半年的刑警 其实在数字上做得比较差 纯利方面是4.8亿人民币 跌了7.8亿 单看这个大数都知道做得不一样 是吧 大数真的做得不一样 一季按年跌了7.8亿很多 只剩下4亿名的收益 纯利 这一点大数也不太好 而按季度的比较 其实都看不到改善 因为很多时候不断说 按年的比较 可能都随着整年的过去 始终经济层面 或者各别行业层面有些不同 只是这样的比较升跌 其实不是太过在跳贴 反而来说 很多时候都要比较按季 如果你回到按季来看 今年第一季演媒 对去年第四季来看 其实都严重一步的倒退 成三成那么多 所以整体来计 无论随着整年的过去好 或者对比上一季的季度也好 其实烟煤做的业务 特别是煤方面来看 都没有太大改变 这些是比较一样的 而且以来 市场普遍都知道 一样东西就是 始终以贯量几只的煤炭估计 烟煤算是和煤价 敏感度比较高 因为始终一来 现货煤比重高 而且二来 它的成本相对比较高 所以现货煤比重高 成本相对比较高的时候 变上煤价一动 其实对它的影响是比较大 所以大家都知道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也好 虽然煤价一度有个明显反弹 但是幅度其实不算大 或者也不是太多 仍然保持在低位运行 甚至今年第一季也是 所以以煤价做得这么弱 或者相对比较坏的时候 令到业绩自然有个差点的事实出来 其实也不是太意外 而以你刚才提到一点 就是发卖半年的刑警 这件事也认识到第二季 是比较似的 而且以实际情况来说 其实也有些地方可以提到这件事 因为刚才提到一点 就是煤价的煤价对它的敏感度 相对其他两只会比较高 而以煤价在这一刻的煤价上的对比 就是从来煤价来说 现在大概600多元一吨左右人民币 即是以4月份现在这一刻的价 但对比较去年4月份 或者第二季整季的价来看 700多元左右 其实仍然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变成5月、6月随着时间 越过去 煤价都不能够上700多元楼上的时候 可能已经是600多元的水位 变成整季拉一买 煤价都仍然是弱的 对比去年来看 所以整体计算 今年第二季预期上 进一步异 或者依然是异的时候 其实是有个可以推出出来 所以整体计算是 无论煤煤 今次出铃业职之后 也好 或者说法文仍然也好 虽然这刻价格下跌下去 但暂时觉得未必那么快消化 整体看法来说 依然是相比较负面 但煤煤不是跟澳洲方面的企业有个合作 其实当中的合作方面 不是应该有利益的关系 才会有合作 为何合作之后 业绩也是做得差 其实是有什么帮助 以和澳洲方面的合拼 或者相关澳洲方面的业务来看 对当地的煤的需求有什么带动 要去考虑 这一刻计 其实去年才跟澳洲方面的加罗斯做合拼的时候 刚才提到的 这一刻还是处于一个无合期 变成今年第一季回来 对于煤煤来说 都没有太大贡献之余 更加需要做一亿流上的一个撥秘减食 所以变成有少少暂时处于一个比较负面的阶段 形成整份业绩第一季来说 都不是太好 二来刚才提到一点 就是往后长线来看 但因为实质的需求因素 这一刻来说 特别澳洲方面的经济动力来计 都不算十分理想的时候 变成可能对煤 或者相关经济高的行业来计 可能打击仍然有 所以暂时看法来说 不算十分理想 相对仍然是一样 和刚才以国内业务来说 是比较倾向比较负面一点 看到业绩方面公布做得比较差一点 股价也反映到一点 看到现价来说 8.69 现周煤都跌至超过3% 反映了吗 还需不需要跌 还是有反弹的空间 刚才提到一点 就觉得这一刻 虽然业绩出了 刑警亦发了 但是变相 我觉得未必这么快 反映得完 或是预期来计价 可能仍然有下市价力 但当然下到什么水位 或是怎样去看股价 比较难说 因为一刻这一刻 始终一来 价格不断沉底 很多技术面来说 都有个超买现象 这些可能不排除短线 有一两下少许反弹 而来重回一个 资源股价来说是便宜的 5倍左右的PE 但刚才说 始终前景看得不太好 不可以只凭一个5倍PE 就觉得是抵卖 这些大家需要注意 所以实际来说 看股价走势 其实依然有一些 刚才看到的 憂慮的余地 一来 就是跌下来 始终二来 就靠着低位走 甚至刚才提到的 不断继续持着 一个长期的下降通道的时候 形态来说 不算太好美 所以假设如果今次 在大概八个六毫半这边 真是守不住的时候 我相信如果那一刻穿下去 其实变相那一刻震盪性 来得是比较大的 因为始终很多时候都记得到 当一个环区熬了比较久 如果那一刻环区真的穿底 那一刻的沽压 或者订货出来 那一刻的意欲 其实来得比较明显一些 所以假设 穿一百个路半流行的时候 我相信 可能短期里面 有个条件 可能见到大概八个沙 甚至没有更低的水位 所以如果大家这一刻 叫做没有货 不要急 想在低位入市博反弹 因为暂时我会觉得 看不到太多上升空间 反而下望的空间 其实更加明显 所以暂时这只股份 先来一尼长 或者沽莫来主 不要沾手为主 会好些 另外一只 就是煤炭股10800 中海神瓦拉 省的时间都会公布业绩 这只股价 现在还得升 升近超过1% 现价价27.2% 你又如何预视这份业绩呢 以神话来计算 虽然这一刻还在升 但是暂时看法 也不算太过充劲 因为刚才提到一点 始终国内的煤价 以这一刻的价 对比去年同期来计算 仍然有一定的差距在 所以只是这一点 我相信对整个国内的 几家煤炭企业来计算 都未必太过好 所以暂时 如果有得升也好 顶楼去到大概28元左右 我相信阻力会有 慢慢都有机会压回来 所以暂时如果没有货 这一刻不要入货了 有货的 可以先以大概28元 可以做短线的目标价 对于这个板块 比较中性 比较审慎 谢谢Wafi 和大家跟进整个板块的最新表现 看到中国神话 刚刚说到 仅仅27.2元 升3.5元 燕州煤跌超过300% 中煤能源现价 做6.34元 跌6元 行定方面 1.82元 没有升跌 首缸资源3.08元 跌接近1% 谢谢Wafi 这些时间差不多了 最后和你做一个申报 刚所说的股份 有没有持有 没有 谢谢Wafi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就是继续有发达广场的时间 如果大家想打电话来问问题 都会在稍后的时间 问答环节逐一解答 大家可以打电话来 电话是204-6566 又或是立即电邮给我们 电邮地址 ASK at BSChannel.com 稍后发达广场再谈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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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